欢迎大家来到洋兄咖啡店 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去聊时事吧 咖啡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呢,我有一些粉丝 希望我能够继续跟他们分享在英国的政治新闻 还有希望我浅浅地分析一下究竟 明年的英国全国大选 保守党还能不能继续赢下下一届选举呢 那我的看法就是啦 很大几率呢 保守党应该是不能够赢下下一届大选了 各位也知道啦 我在英国的这几年啦 讲实话 保守党执政下的英国啦 可谓是风雨飘摇 而且是日落西山啊 英国种种的社会问题啊 有时候我看在眼里呢 在想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国家虽然有很多的不完美啊 但是我们的情况 应该没有像英国那么的严峻啊 就我简单讲一下 明年会发生些什么事啊 明年会发生很多重要事件 主要是四个大事件啊 第一个事件就是因为 有某个保守党的议员啦 因为牵涉一些啊 这个逃射风波 好像还有欺负自己的员工 然后又被这个国会的某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 就就决定 讲他的议席必须要选空 给当地的选民啦 重新选出一个新的国会议员 然后这个这个议席的选空啊 也将会给他们一个机会啊 来证明啦究竟工党能不能赢下保守党这个曾经的安全选举 然后第二个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 local council election也就是地方议会选举啦 因为时间到了嘛 他们也要选出新的地方议会的这些领导人 第三个非常有看点的呢 也就是这个伦敦市长的选举啦 究竟现任的工党伦敦市长啊 这个Satikant呢 他有没有办法继续连任这个市长呢 然后我的简单答案是有很大的几率啦 当然这一个事情呢 大家最关心的啦 就莫过于这一个英国的全国大选 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想要讨论的最重点的事情 在过去几年里面呢 保守党执政下的英国发生了几年大事 我觉得英国的百姓呢 只会讲是越来越不满 这个保守党执政的政府 通货膨胀 脱欧的这个议题啦 是个硬脱欧 然后现在啦 面对着那么多的经济议题的时候 那个时候记得吗 最短命的英国首相 又弄到这个英镑大富贬值啊 然后搞到这个英国经济又是火上交流 然后又爆发这个乌克兰战争 当然英国的立场就是要支持乌克兰嘛 但是在这个时候啦 乌克兰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 这个价格可是涨了一次两次三次啦 导致了百货都能够上涨 我在以前的视频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 现在英国的人民啊 基本上就是撑着咯 结一硕死 最近比如说最近的情况啊 我知道我一个朋友 他的公司呢 其实有很多人被裁员 当然他比较幸运 他是没有被裁员 他的公司据说1600个人被裁员啊 我就觉得哇 然后在很多的经济的议题上面呢 英国政府基本上就一直给人家攻击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天然气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的这个生活费的问题啊 包括这个NHS 他们的这个卫生 这个医疗系统啊 基本上现在也是撑着 很多人就讲啊 这个保守党根本没有拨出足够的款项来支持这个医疗 这个医疗系统的运作 有些地方甚至有些人讲啊 就是会砍掉一些钱 所以这个保守党政府哦 他不仅仅在经济议题上啊 没有做得很好 他在这个移民的议题上啊 也是给人家诟病的 尤其是他最近提出的这个计划 叫做卢旺达计划 什么是卢旺达计划呢 也就是保守党里面呢 比较右翼的分子啊 他们就一直强调说 英国今天的那种非法移民啊 或者是难民 如果来到英国的话 通过不合法的管道 那么英国政府将会有权利 把他们啊 驱除到非洲这个卢旺达的国家去 然后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他们做些什么呢 也就是跟卢旺达政府 签署一个条约 就是到卢旺达设立一个非常大的设施 然后一个大的中心 然后英国政府作为交换条件 也会赞助卢旺达很多的计划 还是投资啊 就希望说如果有难民到英国人 是非法的话 他们可以把他们驱除到卢旺达去 想都明白啦 这样的课题啦 英国人民当然是很神奇啊 就是人权议题又去了哪里呢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刻 当你们需要同理心的时候啦 英国人会问啦 为什么你们会那么 直接啦 把他们送去卢旺达 当这个政府其实差一点啦 就要准备飞机 把他们送去卢旺达的 但是啦 因为英国还留在这个欧盟的这个人权法庭里面 所以他们这个人权法庭就阻止了 英国的这个卢旺达计划 所以到最后一刻本来要送人飞过去的时候呢 就中断了 然后这个课题啦 潮到今天啦 又继续呢 在这个保守党内部啦 进行分化 人民也普遍不满保守党 在保守党里面呢 保守党一派人选 其实这个卢旺达就要做得不够 不够硬 因为在很多情况底下呢 你还是没有办法把那些难民啊 送到去卢旺达去 他们觉得政府做得不够 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啦 就是人权上的考量 所以 在两边不讨好的情况下 这个英国的首相啦 就是因为有一些议题啊 然后跟这个内政部长 那时候就是这个 Suler-Braverman 也就是把他炒鱼了啦 这个Suler-Braverman呢 之后就搞针对啦 虽然讲 他讲他被炒鱼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他违反了这个内阁部长的操作原则 因为他有好像发表了一个报章社论 然后没有经过内阁同意去发表 所以他是用这个理由 炒掉这个Suler-Braverman的招签的时候 但是啦 我相信很多人是因讲啊 是因为这个卢旺达的议题呢 可能这个英国首相啊 是要拿他做开刀的 当作一个交代 只是没有想到这个课题啊 就引发了保守党内部 更加多的这个分裂 更加多的这个分化 保守党到今天啊 从这个Teresa May啊 到Boris Johnson 再到这个最短命的首相Litruss 再到现在的这个Richard Suna 讲实话 基本上保守党已经是一直在分化 分化分化分化 你要托欧派 还是留欧派 你是右翼还是比较左翼 然后你现在是支持这个 卢旺达计划 还是你不支持卢旺达计划 基本上是四分五裂啊 Rigid Suna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 他因为不是通过选票 选出来的首相 所以很多人就不认他做这个 保守党的这个领袖 大家不要忘记啊 之前他跟Litruss 在竞争保守党领袖的时候 是Litruss拿到最高票 只是因为Litruss搞砸了英国的经济 所以那个时候呢 他就辞职就好了咯 就下台 所以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底下呢 在第二轮啊 这个Richard Suna就成功上来 成为了第一位印裔的英国首相了 当然这也是一个代价 就是很多人讲他是不民族的咯 在这样的情况 卢旺达计划 经济课题 人权议题 还有很多的这个课题啦 基本上 保守党是 太多太多的议题在他身上了 现在啦 这里的时事评论都在谈的一个事情就是 不是保守党能不能赢的课题 是工党的这个赢的幅度 到底有多么的大 不是因为工党做的多么的好 其实讲实话 工党现在领袖也被抨击 讲做没有很明确的政策 没有很明确的 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立场 所以人们就觉得 好像工党其实没有办法 彰显自己很独特 跟政府不同一面 但是 因为保守党做的真的是太糟糕了 在很多议题上 惹到了很多英国百姓的不满 就连之前的几个补选 保守党的选须都已经被工党 都已经赢去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现在的问题是 保守党会输到多惨而已 保守党内部的人 很多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明年就是要输掉大选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工党没有爆发太大的丑闻 还有就是没有黑天的事件出现的话 很大几率下一届政府 也就是明年将会由工党上台 而工党上台之后的政府 我觉得也是借过一个烂摊子 这些工作上很多主要的设施 包括火车 医院还有几个重要的机构 罢工事件 他们要怎么去解决 英国通货膨胀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又怎么去解决 失业率的问题又怎么去解决 卢旺塔克提拉 他们又想表达什么立场 乌克兰战争的议题 他们又有什么异常 还有英国在海外驻军啊 国际外交策略啊 有很多很多的议题啊 现在的英国真是 非常的烧头脑 真的是焦头烂耳 我也是不知道 就算工党赢了之后 他们能够 不能够去解决 尤其是现在他们的领袖 还没有被大众 所非常的认知 非常的有潜力 能够 带领英国走向新的一个经济的时候 我真是不明白了 他们这个新领袖呢 会提出怎样的政策 当然我们也是很期待啦 到时候如果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 还是有新的理念 我再跟大家分析 在未来英国的这个道路 会怎么样走好不好 这期的洋雄聊事 这就是我减浅了 针对英国政治党前的看法 也刚好现在刚刚过了这个Christmas 保守党内部也是蛮负面的情绪 我也有看到一些新闻 我又跟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 当然会有很多小小的新闻 我也就没有仔细跟大家分享 我只做一个概括 大家如果有什么事情 也想要分享的呢 还是有什么想法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怎么想哦 我也希望你得益我今天的分享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是顺行 那我们就下去继续聊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